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 文藝, 大硬, 大硬 今天我們要討論黃之鋒幫羅冠聰炮棍民主黨 究竟他們做甚麼鬼打鬼, 之後的就是 快必譚德志, 到現在都未放人, 仍是被拘留之中 之後的就是, 印度聽聞在中國邊界開了第一槍 好像非常激烈的炒鬧 最後的就是這個小學教師, 因為失狀警察而被判囚九個月的這件事 開始之前, 請大家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及我們facebook專頁 我們立刻說一下黃之鋒為何要幫羅冠聰炮轟民主黨這件事 黃之鋒就說到民主黨在他們的宣傳單張, 即所謂的文宣裏面 引用了羅冠聰的句子 其實這份文宣不只是引用羅冠聰, 還有一些黎智英等人士都有引用他們的句子 究竟他引用了羅冠聰的那句話呢, 我們在這裏讀給大家聽聽 民主黨就引用羅冠聰做留任藉口, 就說遵入與否都不會影響國際線的反彈 亦都不會影響國際的反彈 不會有任何國家的政府, 政權, 政客, 因為民主黨延任一年, 或者選擇杯葛 而對香港, 以及中國的態度, 會作出任何的變化 他就用了這句說話, 在單張裏面, 大家都看到這幅圖了 黃之鋒說, 你好卑鄙, 因為民主黨的所有單張, 已經逐點說話, 已經派了幾十萬份 現在你才說, 用了羅冠聰的句子, 但又沒有得到羅冠聰的同意 又說到, 民主黨這次的行徑令人非常失望 為何可以將一個堂堂前立法會議員, 加上這麼幫得手的手足, 搞到要流亡的人 問到不問, 就拿了他那句句子, 放在你自己的政綱裏面 會不會是為了自己的留任, 做一個藉口呢 因為他們是支持留任的, 他們想拿多一年錢的 一定啦, 放了很多不同的人 一些有份量的人, 也都是深入一些, 我們叫做新暴派 深目中的人的偶像 放了他們民主黨的文宣, 他們應該沒有得到當事人的同意 黃之鋒就說, 你強行將民主黨的立場, 加在羅冠聰身上 他們也覺得, 為了收錢, 他們沒有得收, 他們繼續有得收 當然是覺得不好啦, 不公道啦 黃之鋒說, 民主黨這個動作很明顯, 誤導公眾以為羅冠聰, 亦都是支持留任的 而且他們隨便使用他人的相片, 還要拍賣, 米爾城吹啦, 非常之失望 他們已經造成了一些傷害 不知是心靈上, 生理上的傷害 還有引用黎智英那句說話, 我都可以讀一下 黎智英引用他的說話, 我不認為他們能夠攔下所有的惡法 但起碼他們都能攔到一些, 如果是留任的話 即是說, 這句說話已經是動態上, 等等你怎樣解讀, 都是支持留任的 對啦, 其實大家看到的句子, 全部都是支持留任的 對啦, 或者對他們有利啦 沒錯啦 羅冠聰就說, 這個處理手法是有問題的 亦都沒有問過他 他自己亦都不支持全面留任議會 他們找了民主黨的中委聊天 然後就說, 為什麼你要刊登我的東西, 你沒有問過我 胡志偉就回應說, 單張只是引述對民主派去留同國際線的看法 不是說對留守意見, 即是說, 羅冠聰不叫加把口 只不過, 你曾經說過這些說話 我放下去而已, 不用那麼緊張 但是很明顯是借了劉冠聰的名氣, 相片等等 放下去民主黨的單張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自己看 不要付錢他 對啦, 大眼你覺得 如果付錢兩人就一切而談 沒有錢當然不用, 之前黎智英和黃之鋒都是這樣吵架 就是蘋果引用了眾志的說法 然後就罵了, 你都不會聰明的 給他一封勵是他 那就不會有這些爭執 胡志偉都說, 還有無雙大雅 這些又不是選舉文宣 對呀, 他們這樣說 一般宣傳 也不是選舉文宣, 不影響你利益 他背後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你延任一年, 等於你做多一年 做多一年, 等於半個選舉 都算 差不多 四分二 他日後就不會再出的 這樣說 就求情 是的 他們就狗咬狗骨 一定會有很多新暴派和舊犯派的衝突 我們就繼續拭目以待就可以了 還有一個民主黨裏面的暴派角色 林卓廷 他都說, 單政的內容其實只是如實引述 這些全部都是羅冠聰的發言內容 他都覺得沒什麼不妥 但他後面又抱歉一下 就說很肯定羅冠聰的工作等等 因為林卓廷站在中間 他自己本身的黨就是民主黨 但是他的行為是 新覆派 我們說說另一個新暴派人物 雖然這個人就一點都不新的了 就是快必 沒錯 快必已經暈了幾天了 沒錯 有些人叫他證明譚德志 有些人叫譚失智 他就說不好聽 老爺扮同黨 真的是扮同黨的 他現在就被拒絕保釋 今次他就被控制五項 煽動文字的罪 以及一項在公眾地方擾亂一個公眾秩序的行為 包括在三月和七月裡面 在旺角的西洋菜街和亞街老街 那裏就在擺監站 藏益站 沒錯 還有幾個地方 黃大仙里站 觀塘里站 南田啟田商場 牛頭閣下村商場 裡面全部的街站 都是 引起憎恨或者藐視香港 甚至乎是 引起香港的居民 不滿或者離叛政府 同一時間有一個慫恿他人 不守法的意味 對 除了這幾單 裡面還有一些東西 加進去 1月17日 煽惑不知名人士非法集結 以及發表煽動文字 1月19日 在SOGO外面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那時候就帶頭 然後拿麥克風 穿到 我知 穿到公安衣服 然後就在這裏 很大聲地罵警察 我記得 這件事也都放在裏面 這次他是因為一個 用刑事罪行條例來控告 所以7月1號之前的 那些紀錄都可以拿回來控告 絕對沒有問題 他說很多東西 又說不知何時不見人 何時打死人 拔槍殺人 又說多少訴求 等等 還要解散警察 又說不知哪些要死殺 死全家等等 說很多這些東西 讀不完 真的讀不完 對呀 我們只會喊這些口號 即快必有人出來 你問他有什麼政綱等等 我都答不到你 他只會說這些東西 實務上 大家是找不到的 正綱 什麼什麼全部都找不到 實務、正綱都找不到 你只找到一大堆口號 其實如果快必用錄音機錄了再播 會不會犯法呢 反正他都是重覆說這些東西 可能當你犯少一點 是啊 我覺得他的外表 好像以前 小時候 那些廣告有些 垃圾蟲 那種物體 好像那隻東西 但是那隻垃圾蟲也有貢獻 因為叫人不要丟垃圾 他只是沒有貢獻 就像垃圾一樣 要人家清掉 他就說 這是殖民時期的惡法 有為基本法 人權法 還有 這個已經沒有了言論自由 但是 現在你一直都是崇爺眉愛 你都會說以前是殖民時代惡法 你不是拿著那支旗幟嗎 是啊 你是很喜歡那個國家 你覺得以前比較好 他卷戀以前的 以前的法律 他控告你 不是有沒有言論自由的問題 什麼自由都好 都是要在法律以下 言論自由都要在一個框架裏面 你不可以凌駕於法律 你不可以到處就說 我要打劫 我要捅死你 不可以的 你不可以說一些 有辱他人的說話 或者對別人的名聲 或者是聲望等等 造成傷害的說話 這些就是例子 大家最清楚 誹謗罪 就是其中之一 其實他很簡單解釋了 言論自由不是一切 其實言論自由 你只要試入銀行 然後說打劫等等 你看一下怎樣 你可不可以說你有言論自由 你說打劫也有自由 沒有錯啦 我們可以從這些例子 簡單解釋給觀眾聽 這些東西 並不是你想說就說 現在這個肥B 再會申請保釋 接下來 看看保釋成不成功 我們說第二單 印度和中國 最近火紅火綠 有傳印度 在中國的邊境開了第一槍 這第一槍聽聞是向天發射的 這個事源於9月7日的時候 印度的軍隊就越線 非法進入 班公湖南岸的 神炮山地域 他好像飛發了很多次 是呀 他飛發了很多次 經常非法進入我們的地方 基本上都非法進入 對於我們的邊防部隊 解放軍的邊防部隊 巡邏人員 鳴槍示警 其實這件事 印度這個行為 觸碰了什麼呢 其實我們1996年的時候 我們中國和印度 是有一個協定的 協定是雙方 任何一方都好 不可以在你本身 你自己佔據那個邊界那裏 兩公里範圍 使用任何槍械和爆炸品 他很明顯印度就違反了 然後他還要 印度的軍方出來說話 到9月8日的時候 就老屈解放軍 就說是我們中國解放軍 進入他們的印度地方 上一次好像是老屈我們 上次就是在未行動之前 就先出文 就是說 解放軍越線 其實就是他們自己越線 但是寫了一篇文 報道出了先的 然後才押去 我們祖國的邊境 然後企圖 就去拆暗捉拆 我們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 趙立堅先生 就已經要求印度 約束他們的前線部隊了 還有在星期四 我們的外交部部長 王毅部長 就會在國際會議上 會會見他們印方的負責人 亦都會跟他們說這個問題 還有 又有單新聞仔 就是印度試射 超音速的飛行物 高超音速的飛行導彈 星期一的時候 他們現在這麼高科技 聲稱這個飛行物體 是繼中美俄之後 第四個國家擁有超音速飛行物體 正確就叫做高超音速的飛行物體 意思就是說 怎樣才是高超音速 就是要進入到音速五倍以上 才算為高超音速的導彈 大概是多少公里 按照計算,一個音速的 就是1300公里 乘以5公里 這才是高超音速 其實超音速的導彈 大家都經常聽 一直游了很久 但是我發現了一個細節 印度所說的高超音速武器 其實我們中國都有 我們中國當時看圖 月兵的時候 都有看到東風17的高超音速武器 大家看到是一架車 一架不是相當大的車 同一架貨車 大一點的貨車差不多 就可以發射武器 我們現在看看印度的這個武器 印度的這個武器 是由他的烈火五型火箭 載他升空 火箭載他升空 對啦 然後升空過後 就由這個物體 就自己走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一個細節 就是為何要由這個巨型火箭 將他升空 這個巨型火箭 再重的載具 達到140噸 即他本身不具備 起步的能力 其實全部的這些武器 都要由火箭 推上去 但是問題就是 在於你的機動性 我們看回這次印度 這個是由140噸的載具 簡單來說是非常之不方便 去打出去 要由一支比較大的火箭 載了出去才能夠順利發射 但是我們看看中國 看看圖片 大家看看這輛車 說大不大說小不小 很方便 但是都是一個可接受範圍 好像一架中型貨車 再大一點點 你看一下大家的流動性 就不同了 尤其這些武器 最重要就是隱藏性好 不要方便發射 不要那麼容易被人打擊 而印度這次雖然是試射的成功 但是 好像弄了很久才行 你準備這個發射的時候 其實敵方已經可以攻擊到你 所以我看 跟中國的技術 或者跟美國的技術 都還有一大段距離 我又有個小小的建議給印度 他在這個武器發射方面 他可以選擇一個 他自己的優勢方式去發射 用回他們閱兵用的電單車 因為上面很多人 你再用人力 就托著火箭 就釘出去 向我們解放軍釘過來 很多網友 我們就很害怕了 對他們的電單車陣 都很有想法 表示很驚訝 很讚賞 其實格仔和我們這幾個人 都很欣賞他們 對呀 我們做不到 對呀 我們國家都應該做不到 做不到 其實這些電單車兵 很應該上他們的中印前線 大顯神威 沒錯 大顯神威 我們絕對支持 應該派首長的解放軍 既然會有花乾或玉白 問用 Knock 教師殺便這次擊 Hajgu 竟然被被判斷九個月 我們重haus, 來討論出詳細資料 knows this was the last year 11th of Man 在《黎明行動》 但是沒 Lets 招 寶 infected 還沒有到全世界 馬市公會想做的事 就是慢洗 這個慢洗的行動 就有一個小學老師 體育老師參與 慢洗的話 慢到太過份 家當警察會被截查 看看是甚麼事 在家當警察截查他的時候 他竟然提膝 拿膝頭去撞過家當警察 扮通尼渣 當然是告你襲警 這個老師也是否認 如果他否認 我也不知道甚麼是襲警 早前已經判罪成 法官批評他 對警方有敵意 他認為他是一個有潛在 人格障礙的人 就將他困在小艦精神病治療中心 一個星期就索取精神病的報告 之後他就去高院 高等法院 就去申請保釋 是批准了的 今次被判入獄 就九個星期了 現在他就保釋著 就等候上訴 法官就批評他 就說他在庭上 都是沒有心智的反省 亦都沒有看到他有洗心革面的想法 官員還說他在庭上 用一個非常珍惡的眼光 去看著警察 還好像想攻擊他 他打完人 好像他被人打 這個法官不錯 很正義 這些就是判案的範例 值得讚揚 庭上的表現仍然是這樣 基本上你說什麼都已經是違反了 譬如說我辯護 我對警察沒有憎恨 但是你看看你在庭上的態度 是啊 你想借他這樣 我覺得這些好法官是值得表揚 沒錯 現在官員說不會因為他的遭遇 因為他自己個人經濟的家庭狀況等等 就不會被判緩刑 其實就看看他的家庭狀況是怎樣 現在被學校解僱了 是 家人就有一個乾癌的康復者 剛剛康復著的 還有一個糖尿病的 也有抑鬱的媽媽 但是問題是 既然你這麼重的負擔 你家人有這麼多的病痛 而且年紀老邁 你還是不會想的 有一個好的老師的位置 你不做 所以老師等等 是值得在未來日子多加監管 是啊 教師來的 還要教小學 沒錯 後果是很嚴重 是啊 我們時間差不多 在想結束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和我們Facebook專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